另外在台11线家母指弯路段 则是发生了一起货车对撞翻车的事故 其中驾驶三顿半的货车驾驶是飞出了车外 当场没有呼吸心跳 另外一辆乡型货车也因此而翻车 车上的一男两女都受困在车内 警销货报后立刻赶赴现场 将四人救出并送医 而事故的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当中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车祸的现场满地狼藉 东西四散一地 而消防人员正忙着将伤患救出 昨日晚接6点多左右 在台11线家母指弯路段 发生了两辆对向小货车对撞翻阜的意外事故 据现场蔡信募集民众表示 当时看到满载铁丝网的小货车行驶非常快速 一过弯后就看见两辆车对撞翻阜 在那个水货园那部货车 货车 在铁网那部货车 在他在那个新南前面一点那个 披萨店那边就已经开很快 而且开车的时候就车有一点晃这样子 那晃之后就跟着它后面慢慢开 我过这个弯的时候就看到两部车已经翻在这里 一步往那边去一步在这里 我说完蛋这没有叫救护车的话不行 我就赶快打110了 目前经过我们那个堵软还有特偷所属救助 然后目前有一名欧卡 然后已经由我们的台东高救 台东高救接手 然后目前还在急救中 我现在知道这是几个王 目前正在救助的这个 他的目前身份正向为欧卡 然后其他三名已经顺利救 已经顺利送台东的医院 而消防人员赶紧现场后立即进行救护的工作 将卡在箱形货车内的一男二女分别救出 送往台东基督教以及马街医院进行救治 而三顿半的卡车驾驶被救出时已无呼吸心跳 在救护人员不断的急救之下 同样被送往医院进行后续的抢救工作 而这场车祸的发生原因以及责任归属 则仍有待警方做进一步的调查以及厘清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